各位好 我是红旺六神父 很高兴地再次跟各位分享 长年期第十三周 星期三的福音 福音是这样叙述的 那时候耶稣来到 加达拉人的地方 有两个父母的人 从坟墓走出来 他们非常的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说 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来这里折磨我们吗 当时远处有一大群猪 正在密时 魔鬼恳求一只说 你若驱逐我们 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对他们说去吧 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 忽然那群猪从三崖上直冲入海中 淹死了 放猪人便逃到了城里 把这些适合附魔的人士报告了 全城人都出来要见耶稣 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地方 墓地 为犹太人是一个邪灵出没的地方 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 我想某些地方跟我们台湾的习俗是相像的 而且这个地方今天所描写的这个地方是加拉达的地方 墓地 而且加拉达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他圣经的修徒看得出来 这不是一个一般有太人居住的地方 很可能是一个一些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非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 因为以色列在他们禅当中 他们也认为养猪这是不洁净的 也只有外邦人才靠养猪来做他们谋生的方式 耶稣是一个仁慈 慈悲 圣善和充满平安的人 他守到之处都会使这些外在的邪魔害怕 今天他就经过走过这加拉达这个地方 即使凶猛的两个父母的人 他们都害怕 他喊叫说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为什么要来折磨我们呢 耶稣使魔鬼害怕 甚至这段福音非常的生动描写 这个魔鬼还跟耶稣讨价还价 最后耶稣说好吧 那你们就到柱群去的 但是这些魔鬼一直到柱群里头去 这个猪受魔鬼惊吓就从山掉到海边去了 原来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加拿大人 这些凶猛的魔鬼已经这两个他们同胞 魔鬼已经离开了 应该非常充满了喜乐 不过他们呢 没有看到这两个魔鬼脱离 这两个父母人脱离魔鬼那种喜乐跟平安 反而看到了他们财务的损失 而他们非但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他们的地方 反而把这个事情到城里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情 而且要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 这些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段福音给我们一个启示 当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他会带来一些改变 使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这个全新的人不再以过去旧的眼光态度角度来看待事情 而更从心灵上 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样生活全新的人呢 更能够珍惜自己 看到自己的价值 同时也在自己谋生活当中呢 如何看到 如何跟别的团体 别的人是一个团体 而如何善待周遭的人 也使自己因得自己的一个 跟耶稣受到耶稣的影响 而能够影响我周遭的人 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也会受到这种限制 我们有时候常常要努力的去维持现状 不愿接受改变 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过去的形式 让我们觉得安全 有时候要面临新的改变 让我们觉得不安 因为尝试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如果我们要邀请耶稣 邀请让一天主爱的平安 进到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必然要向他开放 并就他带来的更新和改变 而不知一直计较 我们损失了多少足 而看到的是耶稣 使这两个父母的人 不再受魔鬼的捆绑 得到全新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不再过屋子或过去生活模式的影响 借着信赖耶稣 对我们对事情 有更新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有更新的自由 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祝各位平安 感谢观看